我觉得他很朴素 就是比较坦实的那种女孩 脑部机体能够消耗旋转机型 都是吃反对意见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也算是一种考验吧 感觉确实他太累了 他太需要休息了 一方面想赶他走 一方面又舍不得让他走 他就把那个引流管 从头上滑掉了 那个是特别危险的 三十秒之内必须让他严厉下来 这么多人呢 怎么是我 今天在百年国盟的见证下 我向你求红 无论我生在何方 有多忙有多累 都依然爱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向心爱的姑娘浪漫求婚 有一天能为她披上美丽的婚纱 这本来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誓言 但在许多军人的爱情里 想要去实现它 却要经历着许多等待和考验 在践行诺言的过程中 才铸就了这样崇高浪漫的爱情 而这一幕幕浪漫时刻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呢 我先走一点吧 站到前面那可以看到鬼外的地方 然后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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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了 再这样等他吧 他一下坡就能看到 苏文涛 新疆军区吉木乃边房连的一位住边军人 此刻他正焦急地等待着 半年多未见面的新婚妻子刘洪霞 感觉这个衣服真好 从昨天晚上我就等着等着 感觉这个晚上这一夜咋这么长 那么这份等待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苏文涛的新婚妻子刘洪霞 此刻正乘车在茫茫雪原上 飞驰了近两千公里 很快就要见到久别的丈夫了 她的内心一样十分激动 就对他们特别有好感 就感觉保家卫国嘛 刘洪霞和苏文涛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禀哥哥这个特殊的身份 让他萌生了最初的好感 然后我觉得她很朴素 就是比较踏实的那种女孩 确认过眼神就是对的人 就这样 第一面就确认了眼神的两个人 在恋爱大半年之后 就领取了结婚证 但因为既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刘洪霞的想象中 能和心爱的人共骑一匹马 一定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我就是想和他骑在一匹马上 感觉特别浪漫 这个马慢慢地走着 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夕阳下 感觉特别美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心愿 在爱人苏文涛那里却得不到认可 因为嫂子之前说了 骑马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好玩 然后所办人不认可 他就觉得一定要纠正 嫂子这个观念 短短几天相处下来 刘洪霞总是埋怨着 丈夫的不解风情 不是让她帮着干活 就是打破她的美好幻想 而事实上 这一次刘洪霞确实误解了苏文涛 他给我的建议 就是做一个视频 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放几张 然后让他看完 七里漂亮啦说几句话 三十秒之内 必须让他演得下来 苏文涛 此刻正在和战友们一起 悄悄筹划着一个特殊的求婚仪式 自己之前的那些表现 其实只是用来打马虎眼的 只是为了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能给刘洪霞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觉得他那个心情挺特别激动 从这条路走过去 你又有个心情 从这儿走到左门是吗 对 就在刘洪霞内心的失望 正一点点加深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惊喜 正悄悄来临 右手 不是左手 这个抓住 然后拿着这个自律画 OK 谁爱的 我做事 看着这个太好了 我们俩的情侣是什么 没有什么 然后这个水片 然后 然后 这个水片 好 好 好 开始吧 开始吧 好 好 开始吧 给我打电话叫了 收工了 好 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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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嫁给我吗 电影放映不久 苏文涛找机会离开了座位 幸福来得太突然 刘洪霞不免有些紧张和慌乱 一直很期待 但是当真正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还是就是脑子一片空白了 我就感觉这个人傻了 傻子跟我走 什么情况 而此时 平日里坐视谨慎的苏文涛 也紧张地差点出了岔子 把这一刻我就偷出了 对不起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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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抢救的病人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战士胡晓东 原本他想要利用难得休息的时间等恋人约会 却突发疾病 使约了 下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一直是处于打不通 然后他也没有回 我当时挺担心的 腦部激素颜值小脑续缓协议 医生说严重 因为他检查出是 脑部有脑瘤嘛 需要立马要做成数 焦急等待恋人消息的朱轩怡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等来的竟是胡小冬 也许再也站不起来的坏消息 而他和恋人刚刚认识几个月 还处于热恋期 他又该如何面对的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胡小冬是武警某部勤务保障大队 运输修理中队上市 大学毕业后来到部队 因为表现优异 新兵连后不久 就被调到机关重要岗位工作 2014年5月经朋友介绍 胡小冬认识了24岁的朱轩怡 第一次见面 阳光开朗的朱轩怡就走进了胡小冬的心里 而从小喜欢军人的朱轩怡 也被兵哥哥特有的气质深深吸引 闲暇时间 胡小冬喜欢弹弹吉他唱唱歌 他所表现出的才华 更是牢牢俘获了朱轩怡的芳心 相识的第三个月 胡小冬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句话 你若愿意为我穿上婚纱 我愿为你一直站岗 而这句话也成了他们的爱情誓言 然而正当二人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 命运却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 一向乐观刚毅的胡小冬病倒了 当时因为病情危重 胡小冬被迅速从驻地甘肃送往北京 并连夜进行了开颅手术 生活方面几乎不能自理 来不及悲伤 朱轩怡就担起了照顾胡小冬的重任 挺累的 我俩衣服就基本都是湿透了 因为她要用尽力气 我也得使劲 我要不使劲扶不到她了 她就会摔一下 一躺下来能走一个多小时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这样的日子 朱轩怡不会坚持太久的时候 她却默默用行动告诉大家 自己会对恋人不离不弃 虽然每走一步都用尽全力 但胡小冬从没放弃 她要为心爱的姑娘重新站起来 她承诺要为她一生站岗 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积极的复建 胡小冬恢复得很快 身边的战友都在为胡小冬高兴 不仅大病痊愈 还收获了一段感人的爱情 看样子 胡小冬很快就能为朱轩怡 穿上婚纱了 然而誓言游在耳边 厄运却再次降临 脑肌水 脑组织感染 二度呼吸衰竭 肺部也有炎症 当时就引起病患者是肺炎 颅内感染 在第二次开炉手术后 胡小冬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让一向坚强的胡小冬 无法去面对现实 然后有一天晚上 他就特别烦躁 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的 他就把引流管从头里面拔掉了 那个是特别危险的 然后他拔掉以后 还好他女朋友见到人家发 你旁边的接着 我会渴望 这样刘人家发来 我会写那些 我去摆家 小冬虎 在你脑子 就像你脑子 这样子 就像你脑子 好 我这是 老人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眼三年过去了 这期间胡小冬四入重症监护室 三下病危通知 朱轩怡始终陪伴她左右 而这份感天动地的爱情 也终于创造了奇迹 胡小冬的状态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两个人开始憧憬起美好的未来 但朱轩怡的家人 却坚决反对 女儿跟胡小冬的婚事 都是吃反对意见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也算是一种考验吧 但身边的人 包括胡小冬的战友都觉得 无论朱轩怡做出怎样的选择 都一定会理解她 此时的胡小冬也深深感到 不能再拖累朱轩怡 本该美好的未来了 于是他开始故意找茬 三番五次地撵朱轩怡走 一方面想赶她走 一方面又舍不得让她走 很矛盾的 想赶她走 我是想 你离开了我 你就没有这么多事 我才能够吃 什么 哪里 我们没有这么多事 这些认真是 迫个人 真的 有点 然后 我们 出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场迟透了两年的婚礼 愿你们的爱情像足迹一样沉洁 像钻石一样永恒 现在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左手 将这枚爱的戒指为你的新娘戴上 我们感恩我们走过的每一天 愿我们不忘出信 风雨同舟 苦乐同笑 必须强行 你的一生我只见一场 这一场便是名声 你把青春献给祖国 我把青春献给你 这就是军人的爱情 这份爱情交织着责任与守护 也正是因为这些爱和奉献 才让每一个万家团圆的时刻里 都充满着安宁和幸福 他们用坚毅挺拔的身躯 铸就了男儿本色 更铸就了军人 以忠诚为底色的浪漫 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